这里是看不看表面时间 2021年7月8号的中午 我们下面接着讲 今天第八个小问题 锐利于边境 这些点大家串起来 你就知道整个中国的全景就出来了 美国也到了一个节点 你比方说7月7号川普讲到了 要集体诉讼 这个节点就是跟战术是配合的 他要过这个坎 过去话都是量变 量变是没过这个坎 到过坎的时候 他的战术就出来了 也就是具体操作手法就出来了 所以昨天川普演讲 第一修正案有关的言论自由方面 就要搞集体诉讼 而且很快 我相信在他已经前面 已经有酝量了好长时间 大家之前各种风声 说川普的IT媒体平台要出来 一直没出来 好几次了没出来 就说明他们觉得这个方案不可行 我相信他们也用Q计算机推演一下 不可行 所以不可行后来就找到 想想想想出来了一个办法 拆解掉 因为那些玩意儿你不能把对方全面消灭掉 他还在干扰里面 那达不到目的 达不到目的对后面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所以干脆一干二净把他给拆解 拆解什么 集体诉讼 集体诉讼一来 这些所有的媒体公司基本上就倒闭了 全面倒闭 倒闭了就等于拆解掉了 这比什么取消什么320还是3什么条款更强 知道加进去的条款 给媒体公司 这个IT有媒体的权利的那个条款 其实跟那个玩意儿就是小打小闹 那是属于去年的一个警告 那也不管 不管的话 而且没戏 那看下去泥杆子要扎到底 OK那我就把你这个整个破产掉 整个破产掉 因为过去是觉得你这个CEO的老板 这个水平不够 或者是误入歧途 那你个人改变一下就完了 现在看来他不是 不光是这个扎克伯格个人问题 其实整个系统问题 依然是整个系统问题 那我就给你拆解掉 这是美国到达了这样的一个节点 那中国呢也到了这个节点 也到这个 在内外压力情况下也到了这个节点 我们今天谈到这些东西 其实大家已经基本上意识到这一点 那我们下面呢 我们再看看这个节点的其他方面 这就首先讲锐利与边境 锐利大家知道西双版纳那块 那么对过应该是缅甸了 靠近缅甸 那就等于西南部 鸡屁股那个地方 我们讲到鸡屁股的地方 鸡屁股的地方最近就是掀起了一波 我们讲到的所谓的疫情潮 疫情潮 我们昨天前两天也一带而过 我们讲到疫情可能跟缅甸的政局有关系 那么原来缅甸的敏昂来 跟那个占统治地位的时候 没有释放政治犯的时候 其实六月之前 那么缅甸没有疫情吗 有共产党一直不闪 一直不说 那么所以说我们觉得跟那个 跟疫情是不是最大的关系 是跟缅甸局势 然后缅甸的局势突然发生180度转变 米昂来架不住缅甸民众的反抗 定点清除 我们讲到你反正派的官员 我都给你干掉 干掉以后 米昂来一看这玩意没折 无底洞 无底洞 无底洞下去无解 无解他就妥协了 妥协了就开始把2900多名的政治犯全部释放 你不管年龄大小 一改过去那种强硬的态度 一放到底 一泄到底 这样一来以后 等于缅甸的政局发生180度转变 180度转变的话 中共在缅甸的市场就等于game over了 原来中共还很牛 穿醉的敏昂来 搞这种方式 结果这一来就等于一个导向 一个导向一过来以后 知道他就开始要闭关了 闭关的话 那怎么办 你不能说是缅甸政治因素 什么情况 搞是什么情况 在之前中共也劝过 在东南亚的华侨 你要赶快回国 你不回国 我就把你当通敌论处 这个东西 尤其是浙江 富裕的地方 因为那边出去人多 做生意人多 浙江福建那块多 福建它是没车 福建因为在国外已经形成了几百年 已经形成了一种势力了 福建人 那么浙江人是近几十年才开始的 出洋的 出洋在外面 还没形成那么大的根据地 他们的老家还是在浙江 赵立强还想回来的 他不像福建 福建人已经在东南亚和世界 已经形成了他自己的一个王国了 很多很多王国了 这个希望大家将来要了解了解 华裔的 分析出去的情况你就了解了 所以这一来的话 就中共意识到那块地方是它的一个薄弱环节 大家也知道以前我们也推荐过大儒 讲到了鸡皮股烂了 鸡头鸡皮股 鸡头是东北 东北还没有 东北下一步估计就是定点清除的重点灾区 率先发生了东北和西北 大家东北和西北定点清除的重点灾区 然后再下一步就是西南这一块 鸡皮股这一块 因为这块是东北是彪汉 人家彪汉 所以我们把它放上去 西北是跟中原地区始终都是 它属于中原的一个边缘化的地方 这就离不开 但是也不会很紧密 所以西北也会发生这样的现象 我们讲到这一点 就讲到西北西南 我们讲到西南 西北也会 西北是因为贫穷 那块地方贫穷 天高皇帝远贫穷会产生这个 那么最温和的地方是东南亚 东亚 不是东南方 东南部 中国的东部和南部 然后还有一个中部 中部地区 经济所谓的好一点地方 最温和 我们讲到这点 但是不排除 在中共的高压的情况下 在哪个地方都会出现这种现象 OK 所以这样的话 就是他们在瑞丽 开始 从开始搞新冠检测 新冠检测 现在大家网上能都盯了这个疫苗的 中共的疫苗的好坏 就是之前讲到的瑞丽那块都是96% 甚至100%的注射了疫苗 那现在又要进行100%的核酸检测 就说明那个疫苗不管用 其实我们告诉大家 更大的问题不是疫情和疫苗的问题 是那个那个政治问题 政治问题 所以他把这块封闭起来 封闭起来 不让进不让出 然后再进行甄别 通过这种疫苗方式进行甄别 他怕那边能渗透过来 或者怕一些公习惯 我们认为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我们下面看看两样东西 我们讲来佐证这一点 第一样当然是讲到的疫情 但是他没告诉你到底发生什么样疫情 不讲 我们听一下这个 他说瑞丽德宏州疫苗全程接种率 近97% 这是哪一天呢 7月6号 众志成城战疫情 在此次疫情出现前 瑞丽是所在的云南德宏州 就在稳步推进疫苗接种工作 截至7月4号24点 德宏州累计到位新冠疫苗 1170万6679剂 共开设新冠疫苗接种点110个 645个接种台 累计接种新冠疫苗 170万2856剂 已完成全程接种 934,071人 应接种人群 新冠疫苗全程接种率达到96.92% 这个里面信息里面就说明 他当地德宏州那块的人口 人口大概在100万左右 然后给了他170万剂 我估计他有的是一针两针 将近翻一倍 这样的状态 这个是他们的一个信息 当然相关的信息还有很多 其实相关信息还有很多 按照这个方式 有可能我们不排除他这块地方输入的一个口岸 所以就相当于丹东 我们讲到的去年的时候 应该俄罗斯跟俄罗斯接纳那块地方 应该是不是丹东这个北条件 东北那个叫什么地方 跟俄罗斯接纳的地方也是灾难 我们讲到这个 这个呢他可能是排除这样的一个预防性 不排除这一点 这是一个 第二个我们再看一个小视频 看看这个边境的状态 我们看一下 全日铁丝网 这是第一个镜头 前段上面有一个广告牌 广告牌写了一个小心围区 你看这一条沿过去全日铁丝网 一卷一卷的 这个加强了 那我们去年 这还有一个 手边关这边 你看这晚上铁丝网上都有灯 通了电 整个铁丝网关 那么这个呢 去年我们看到 他的铁丝网只是去年刚开始拉起来 就在那个边境上面 就是西南边陲 我估计一直拉到海边 这相当于川普的那个边境墙 他这里面用铁丝网 拉起来这样一换 最早就是一个像围墙一样的一面 一个铁丝网 然后现在呢 他是加上了一卷一卷的铁丝 铁丝网就加了两层 然后他就讲到了前方雷区严禁入内 我不知道这个照片是从哪拍的 是从中方这拍的呢 还是从那边拍 应该是从中方 因为边上他有一个马路 开了车过去 沿着那条边境的马路 纳入了中方这块系统 所以然后他就说前方雷区严禁入内 我估计他是这样的 中间他应该有两道铁丝网 第一道铁丝网是真正的边境地区 然后这是内部的一道铁丝网 然后中间呢 据说是他买了一些地雷 这样的话你比方想越过去逃过去 大家就不可能 我估计大概是这样 给你设置了一些逃离的边境的艰难程度 这个呢基本上是在平原地区 平原地区 但是你在煽然起伏的地方 他做不到这一点 我们告诉大家 做不到这一点 所以这个是中共在这里面感觉到自己困境 网友这讲 他这写了一个犯我中华水远比书 这跟哪跟哪扯不上 这讲下面一个重要 云南向中缅边境 筑起了一道500公里长的防护网 500公里基本上就是跟缅甸边境线的 全部封闭了 全部封闭了 但是这个500公里长的铁丝网 它都是这种平原吗 不会 应该还有山区 翻山越岭过去的 那块地方我估计他就没办法 那边地方呢 他就派组织当地的民兵 村 用政策方式 帮助他们共同来守护这个边境 比方说 你给举报一个 或者是监举一个 那么我就给你多少钱 引诱他们 这些消息是从缅甸过来的 我们以前看到的 说中方在那边讲到的 你想偷渡的 给缅甸的 不是给中方的编民 给多少钱 甚至是给缅甸这方的 你只要给我们送过来一个人 我就给你200块钱 500块钱 1000块钱 大概就是不同的奖励 他是这样方式 然后收买缅甸那边的村民 因为他那个方面是 历史上传承下来是 本身从族群来讲 是应该在中缅边界两边都是 一家人 一家人 只是中间画了这种边界线 给你强行隔开了而已 那么这是一块 那么另外还有个山上那块 所以大家如果要从那边再出去的话 你就得要准备一些金钱 这是一块 第二个还要准备一些层层的障碍 一个是中国这边的村里面的障碍 人家能不能带你过去 带过去以后 那边还有缅甸 一些所谓的缅间 我们讲到缅间 就是跟中共合作的 你还要注意到这一点 另外还要有一个在那边的生活 一层层过去 不像到越南 到越南可能就会好一点点 将来可能也会出现这种相应 因为越南的话 为什么好一点 他因为有个自卫反击战以后 越南对中国这方面都是防范心理 不是像缅甸那种合作心理 缅甸那块还有一个金三角 因为讲到的这个 中共过去的一些人员在里面 金三角那块 所以那里面就更复杂 我们告诉大家更复杂 所以大家不同的出口 你要是想离开 那你就要琢磨琢磨 不同的边境 不同的出口的状态 当然再往北就是西藏那块 那个就是更加自然环境 更加恶劣一点 除非你从那个中印 中印边境北边 最西边的边境 什么就是冲突那边 那这那块中共的边境的巡逻又比较严厉 比方说无人机 因为那块是不毛之地 你没有森林植被覆盖 所以它的无人机什么东西都可以侦测到 所以那边是从地理环境来讲出走的话比较困难 最好的基本上还是东南亚这一块 东南亚这一块 就是广西和云南这一块 那么广西那块还有一个渔船 渔船的东西 这些呢由大家去做决定 分析到这一点 那么首先这一点就是中共不用说是别人去围堵你了 你自己就把自己关起来 捐在里头了 从这个角度来讲就自己把自己捐在里头 能说这铁丝网不是缅甸人那方设置的 是你中方这边设置的 对吧 所以别说人家围堵你了 是你自己把自己关起来 这个是一个信息提醒大家 那么有可能跟这些局势 内外不同的边界情况都有关系 希望大家能够了解到这点 OK这就是这一段 下面我们再说一个野蛮落后 等于荒诞弱智 我们讲到一些情况 OK